那時應該是2015年 發現了尼姑式自定 原來已經與兩個和尚分別結婚 為何要與和尚結婚呢 他的說法就是寶蓮子的方丈 智慧大法師叫他這樣做 因為寶蓮子不夠人手 於是要靠他通過結婚的方法 幫這些內地人取得香港身份證 拿到之後就可以拿來照顧老法師或寶蓮子工作 第一任的丈夫叫做劉志強 劉志強跟他結婚後 經過七年後就拿到香港身份證 智慧自定立即跟他離婚 再跟另一個丈夫 也是一個大陸和尚叫余智結婚 拿到香港身份證 而這兩任的丈夫 都在大嶼山寶蓮子工作 是做一個叫維羅的工作 這個工作就是幫他們打釘釘茶茶的音樂領班 即是做法事的時候 就由這些叫維羅去做法事 賺很多錢的每個月 好了 當我發現了這樣的事之後 這個根據昔志強的說法 昔志偉就叫他這樣做 老公也幫他介紹了 再加上一個叫Carol的女警 由女警安排一些律師 幫他們公正結婚 女警的爸爸媽媽都在這些結婚證書上 做了證婚人 即是說女警勾結了這些假結婚的人 去做這些假結婚儀式 但因為他說的主事人 那個主謀就是寶蓮子的方丈 昔志偉 那我就覺得當時不太相信 因為我覺得昔志偉 我認識了很多年 她是我媽媽的朋友 我覺得她是仁慈的老人家 我不是太相信她所說的話 當時的認知是說志偉大師是好人 於是我知道了這樣的事 人家這樣污衊她 我當然第一件事 立即告訴她 那種感覺就是 好像知道有犯罪發生 立即去警局 找警司報案 我當時就約志偉之前 我也有將這件事 就跟初衛法師那個護士 即是那個侍衛那個和尚說的 那為什麼要這樣呢 因為其實昔志定 就是跟初衛法師成為利孤的 初衛法師就是在志偉法師之前的 一個寶蓮子方丈 是初衛法師退任之後 就由志偉法師去接掌 那我第一個找 其實不是找阿昔志偉 我找初衛法師先的 那初衛法師那時候 已經老到就已經神志不清了 那我就找到她那個侍衛 就是幫她照顧她 起居飲食的侍衛的侍衛真 那侍衛真就說 你不要找初衛老和尚了 她太老了 你又不要去打擾她了 你找她她都沒有什麼認知的了 你去找志偉 但是你找志偉方丈的時候 你要很小心 為什麼呢 因為她心臟病 到時她因為中過風 你一會兒嚇到她 你突然說這種話給她聽 你嚇到她一會兒 她有什麼事 你就很大罪了 好了 於是我去見志偉的時候 因為我心裏知道她曾經患病 我不想嚇到她 於是我就被我小心 我亦都帶多了一個人去 我帶了梁耀忠議員去 而當時我就叫梁耀忠 就拿著一支筆形的偷拍器 攝錄器就好像一支筆一樣 我們就將它夾到一個檔案裡 萬一如果到時真的發生了什麼不幸的事 如果她突然間心臟病發 我不要是因為我說賴了我 我說話一定要很小心 我會盡量不去刺激她 但是萬一真的在這個情況下不幸 有什麼事我不想變了罪人 她說拿著這個偷錄筆 還有帶梁耀忠帶了一個證人 就去找她了 當時還不是立即就見到志偉 那是她那個叫做 她的徐從 徐從或者是她的秘書 就是一個叫志德和尚 就來見我先的 那我呢 就見了志德 為什麼見了志德呢 我也是因為怕刺激大和尚 待會如果她真的心臟病怎麼辦呢 就將整件事原原本本 就告訴志德 讓志德分析一下究竟怎麼樣 志德聽完之後 哇 她的樣子就 陰陰嘴笑 原來志德和息智定是世仇來的 兩個一路都是不對的 她聽完之後那個反應 不是說哎呀那麼差 哎呀真的不行 她說 好啊 然後就很開心 我說為什麼這個反應 已經覺得有些怪的了 然後她就說 我立即叫大和尚來 那不是刺激她嗎 不是我們想想怎樣解決 先跟她說嗎 不是叫她來 那就好了 大和尚就來了 來到之後 我就盡量希望簡化一件事 就說她有這樣的假結婚 怎樣怎樣 一聽了之後都不到兩句 那這個大和尚 我最尊重的人 竟然就問我一個問題 她說 我想問李勇正正 你是不是信佛的 我說當然了 我當然信佛 信佛你就不要搞那麼多東西 第二你是不是信佛 我當然了 信佛就不搞那麼多東西 我突然間覺得原來我進來警察局報案 那個警察原來是夾起來的 是假的 哇 你多害怕 你想想 我在大嶼山 沒有山高皇帝院郊外地方被人劏了 你都不知道 你想想那一刻你才害怕 你所有的認知 你的三觀全部一下子崩潰 你最相信那個人 現在就告訴你 是這樣的問題 還有之後那句更害怕 之後我就繼續說 繼續說 其實基本上你已經看到 他在一起 真是他指使那個假結婚 他就是這個集團的首腦 接著隔壁那個子弟就坐在隔壁 欣欣嘴笑看著你 你想想你那個情況怕不怕 他們這幫傢伙全部都是一黨的 你真是 那時候他要中他瘦到蟑螂 瘦蟠一樣 但在上來當然是夠不夠打 被人劏了你 那時候釋志已經嚇過我了 告訴我 你搞了那麼多事情 我殺了你 埋在定位置後院都沒有人知道 你這下這些事情就回來了 殺了你真是沒有人知道 那我就開始計算 誰知道我今日你普連知道 即是有什麼事情 好了 接著我就跟大和尚說 大和尚說 你幫不幫我也好 你可不可以答應我 這件事你不要告訴昔志廷 說我來過 那他就怎樣回答我 這個世界上 誰是好人 誰是壞人 我都不知道 我都不一定是好人 嘩 你想想 如果我不是錄了 你這樣不會相信我說的話 這個大德和尚 你會相信嗎 這些是重溫片段 那你說我怕不怕呢 我其實那時候都害怕的 其實真的 覺得有些五雷軍頂 你最信任的人 你覺得 這個是 你從小到大 你覺得是一個 得高望重的人 就算是劉師傅那時候過身 都是由他去舉那支火 去火葬他 你想想你有多麼信任他 你有多麼尊崇他 劉師傅的葬禮是在寶蓮子那裏 塗皮的就是火化的 是由這個色智慧點那支火的 我現在看回那時候的片段 幫他念經幫他超渡那班人 就是我剛才說色智慧的那些老公 你說我的感覺是怎樣呢 那班人就是幫他做超渡那班人 幫他點火 火葬的那個點火的人 就是這個方丈色智慧 你說我心裏面的動盪有多麼大 所以 為什麼要說這個故事呢 就是告訴你們 你們這次看完動盪這件事 一定是心如刀割的 一定是整個五味架翻轉 都不知道什麼味道什麼味道了 不要因為這件事 而失去了對佛教的信心 而我們更加要堅定地向前走 我不要因為這樣 而寫起到我的宗教 寫起到我的信仰 而我是更加堅定 因為我們這班這樣的中堅分子 願意貢獻 願意付出錢 願意付出時間 付出我們的生命 我們就一定要大家聯手 手牽手地向前去更加推進佛教 我們要破除佛教的迷信性 不要搞那麼多捐錢去買功德的東西 我們要多一些去做禪修 我們要多一些去內觀 多一些去看自己 有什麼好有什麼不好 然後多一些去扶持別人 做多一些善事 有剩下的錢 去幫助小朋友去受教育 幫助貧富大眾 我們這樣去做 不要因為這樣而失去信心 你想想 劉師傅 點火 那個火 那個火 是這個人去點的 花錢不是問題 但是如果你相信他們的功力 相信他們的法力 而可以改變一切的東西 你就錯了 我相信什麼呢 我相信 我一個純正的心 我希望 為劉師傅做最後這個法事 是用我純正的心 用我給他的愛 給他對他的尊重去做的 我相信真正為他打了這個句號 做了一個完結的 是這個純正的心 而不是這個骯髒骯髒的人手中的火 所以我想我們要這樣想 但是我告訴你這個故事 就是讓你知道 當時幫劉師傅做超渡的那幫和尚 當時舉火拒的人 全部都是這幫假結婚 用假身份證來偷騙拐騙的人 我想我都可以過了 好了 你們都可以的 堅持